欢迎收听8月29号明镜 Pakies神间即时新闻 今年西半部金门局部短暂震雨 白天开始台湾各地澎湖金门马祖多云道琴 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震雨出现 高温是在33、35度 大台北以及台东会有局部36度以上高温 金华城案持续的延烧 昨天减联把维京集团主席沈庆金 还有国民党台北市议员应小威等6个人列为是被告 破纪录的兵分48路 分别前往了办公室住所进行搜索约谈 传唤了6名被告12名证人到案 应小威、沈庆金讯后被深压 金华城董事长陈玉坤是1200万交保 民众党今天要召开最中场的查账记者会 柯文哲先找来了党公职干部开会 报告查账的进度 外传他可能会递出嫁单占领党主席的职务 倒是检调追查政治现金案有新的进度了 木可公司是以肖像使用权的名义 汇给了柯文哲私人账户400多万 而对此民众党也没有否认 但强调这笔钱已经供党务跟公益来使用 目前正在印尼巴厘岛举办的国际 实用涉及澳亚赛开幕仪式当中 插上了各个参赛国的国旗 没想到有三名中国选手看见之后 上前抢下了台湾国旗 而台湾选手也立刻冲过去 把国旗抢回来重新挂上 现在房贷真的不容易有房贷户抱怨 明明是银行的VIP 但是跑了四家银行还是贷不到款项 卡在交屋的时间紧迫 最后全额现金付清 行政院长卓龙泰士强调 政府没有也不会有限贷令 还说央行为了稳定金融市场 才会要求银行紧缩贷款总量 绝对不会影响到民众的权益 一名男子赵伟 这去年7月是一体和内田火药 放置了钢猪制造土制炸弹 放置在金虎爷的绕境活动中 遥控引爆 威力长大造成了29位无辜民众受伤 现在嘉义地院判无奇徒刑 宜兰有不少在地伴手礼民店 一直都是观光客必访之地 像是宜兰饼 发明馆 诺贝尔奶洞跟易顺轩等等 其中易顺轩在今天无预警的宣布 要停卖店内的蛋糕 让不少消费者喊崩溃 直呼太可惜了 店家说原因出在人力不足的关系 台风杉杉还在日本九州外海打转 行进速度缓慢 最快今天深夜到明天凌晨 从九州来登陆 气象厅已经对路尔岛线 发布了最高等级的暴风 大浪还有大潮特别警报 艾之舰发生了土石崩塌 至少五个人遭到活埋 持续的搜酒当中 以上新闻由明示新部制作 感谢您收听 更多新闻内容锁定下午5点半 明示Pax晚间即时新闻 明示Pax晚间 自已提供电视 小时自已提供电视